Hey Jarvis,打开电脑桌开关 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Hey Jarvis,打开红外插座 红外插座已打开 Hey Jarvis,关闭红外插座 红外插座已关闭 从2023年开始 Home Assistant正式支持语音对话功能 起初我对这个功能并不感兴趣 直到最近买了一个Atomo Echo 尝试后发现真的很有意思 通过语音对话可以轻松控制家中的设备 而且完全本地运行 不需要依赖互联网 今天我就来教大家如何使用这个Atomo Echo打造一个语音助手 第一步就是安装加载项和添加集成 首先我们需要安装两个加载项来实现TTS 文字转语音和STT语音转文字 Whisper负责语音转文字 是Home Assistant的耳朵 我们说的话都会被它转换成文字 返回给Home Assistant去处理 Hyper负责文字转语音 是Home Assistant的嘴巴 它会把助手返回来的文字再转换成语音 通过音箱播放出来返回给我们 在Home Assistant的加载项商店中 找到Whisper和Piper分别安装并启动即可 接着我们还需要一个监听唤醒词的加载项 这里有多种选择 一开始我用了OpenWeek Word 但它不支持中文 导致助手的响应效果并不好 后来我改用了Snow Boy Snow Boy不仅支持中文唤醒词 还可以定制自己专属的唤醒词 比如像孙悟空这样的个性化唤醒词 非常方便 如果大家想学习如何用Snow Boy定制唤醒词 可以查看我之前有一期视频 是用树莓派定制一个语音音箱 在那期视频里边有如何定制自定义唤醒词的教程 加载项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进入设置集成 你会发现自动发现了三个设备 我们分别点击添加 即可进入下一步 好 那下面我们可以开始设置助手 我们先给助手命名进入设置语音助手 先给助手起个名字 比如说小助理 然后选择助手使用的语言 再选择对话代理 默认情况下 Home Assistant自带一个对话代理 可以解析基本的语音命令 比如说打开灯或关闭电视 如果想让语音助手支持更复杂的对话 比如说像拆的GPT一样聊天 你们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如果点赞和观看的朋友多的话 我会单独再做一起教程 我们让对话代理支持AI对话 接下来我们对这个Atom Echo进行配置 如果你的设备支持蓝牙 比如说树莓派或者是Home Assistant Green Atom Echo会自动被发现 直接在集成中配置即可 如果你的设备不支持蓝牙 比如说软路由 就需要对Atom Echo进行刷机 刷机步骤一共有三步 第一步是将Atom Echo连接到电脑 打开ESPHOME刷机的官网 找到Voice Assistant项目 点击连接 选择Atom Echo的串口 并连接 最后一步就是根据提示完成刷机 并配置WiFi的密码 刷机完成之后 Atom Echo就会自动连接到WiFi 此时你就可以在Home Assistant的集成中 找到它 一个新的设备被发现 点击添加即可 最后为了修改唤醒词 你需要在集成的WiFi World Engine Location 设置中选择 In Home Assistant 这个位置选择的意思就是 谁来处理唤醒词 是由我们的Atom Echo来处理唤醒词 还是由Home Assistant来处理唤醒词 然后我们选择之后就可以定义唤醒词了 我们我们可以把默认的OK Nabu改为 改为Jervis等等 我们的Home Assistant也提供了一些选项 好 那以上呢 就是Atom Echo配置为Home Assistant语音助手的完整教程 通过这个设置 你可以轻松实现语音控制家中的设备 而且所有的操作都在本地完成 安全又高效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量解答 如果你对让Home Assistant支持AI对话功能感兴趣 也记得点赞留言告诉我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